只要有机会 姐弟俩就会抽空来和妈妈说说话 妈 我带罐河来看你了 那罐河现在 变得很宽 成熟很多 那你要放心 妈 我跟爹爹和外婆都会好好的过自己 请你在天上放心 我们都会过得好好的 姐弟俩出生单亲家庭 从小妈妈一人兼四五份工作 把他们辛苦养大 没想到2019年却因为乳癌突然离世 这让31岁的姐姐林芷君得身兼母职 因为27岁的弟弟林冠和 罹患罕病威廉私事症 许多生活大小事都需要人照顾 其实很明显他们外观看就很明显 眼睛都泡泡的 眼皮泡泡的 然后嘴巴会大大的 就嘴唇厚厚的 但因为他们有钙质的吸收的问题 所以他们牙齿也长不大 可能他们的智能会比较不足 看像他现在这样子三 快三十岁 可是智能可能就是小六啊 小学六年级五六年级这种程度 除此之外 外观合还有心血管问题 肠道也很敏感 以及肌肉张力不足等等 各种大小毛病 都需要姐姐费心 但其实观合的生活自理能力 已经比其他病友还要高出很多 我看过其他同样病症的 应该说还是要归功于妈妈 她前期把她教得很好 因为她把她教得很好 所以她在有一些 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上 都是可以完成的 那我就可以不用吵析那么多 甚至除了弟弟 姐姐还要照顾高龄九十多岁的外婆 她只好选择 能在家接案的平面设计工作 才三十一岁的青春年华 早已扛起沉重的照顾责任 问她会不会很辛苦 她的眼泪只留给最思念的母亲 就其实她刚走的时候 我还蛮茫然的 因为就像我说 她根本就不知道 她自己会离开 她觉得我只是去化疗 就像我说 她就说你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我们三五天就回家了 所以我就没有回来了 她 所以她也没有交代我任何事 她最后就是重度昏迷 所以她连遗言都没有交代 然后呢 弟弟是怎样 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其实那时候我很伤心 她又 又逼着要整理她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根本也没有去想到弟弟的事情 因为就完全没有头绪 她就慢慢收 收她的东西 慢慢看慢慢看 在加入他们喊聘的群组 然后自己去看她整理的资料 跟介绍这个小孩是怎么样的小孩 她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样就是自己慢慢着手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告诉我 你说这张是你帮妈妈拍的 对啊 然后妈妈还帮你洗出来 感觉很好看 其实最大的冲击 我就真的是觉得 她就 她很保护 她也很爱我 对 所以她根本就没有 没有想过要 就连她身体已经这样的时候 她都没有跟我讲半个字 说如果我以后有一天怎么样 或者是 我现在身体不好啊 你要照顾弟弟啊 都没有 她都没有说过 她也不想让我有压力啊 她觉得是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因为她就觉得 一个可能觉得一个小孩这样 那她希望 她另外一个小孩是正常的 她也不想想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小孩的认识 就是后面看到 妈妈有留这个照片 他们就说 干嘛留这个这么丑 然后就是只要把他丢掉 就是他们觉得 她不是一个 可爱的婴儿 对 然后可是对妈妈来说 再怎样 都是自己的 所以我在这里 妈妈是佛教 那我们有人说就是 人走后要在 头七的那一天 你才会知道他自己走了 那一天是 拨没杯的 就是要请他去 然后送金 是拨没杯我记得 全部的人都拨 我之后就说 他们说还要再叫长辈来尝试 我说不对 我觉得 都不是这个原因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是不是担心弟弟 然后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答应你就是 我会帮你把弟弟顾好 还有他妈妈 阿嬷 因为阿嬷也九十几岁 然后我就说 我会代替你 把他们两个照顾好 我才拨不回 然后就 就有了 那时候他刚走的时候 我就答应他这件事情 虽然他是不希望我去承担这些事情 但是当我知道他为我做这么多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我想报答他的方式 而且其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一直都在 因为我是在做他做的事情 就是剩下他 应该是这个感觉 就是让我一直撑着 就是 就是因为我单亲 所以当初就是跟妈妈跟弟弟 然后也没有想过 有一天他会走的这种事情 也没有想过 然后他走了之后 我很明显的感觉就是 然后我最重要的就是 剩下弟弟 我觉得他对我来说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所以我没有想过 要把他送去机构 那我觉得他还蛮懂事 我现在在看着他的感觉 就像妈妈在看着他 我眼睛跟我所做的事情就是 像我借给妈妈一样 就是他透过我的眼睛看着你 所以他很高兴 妈妈以前在的时候就像一棵很大的树 保护着我 陪伴着我 妈妈走了之后 就感觉 家里少了一个资助 也仍然轻轻的 妈妈已经不在了 也剩下一个季节 也剩下一个季节 我就必须要学习 独立然后坚强 然后好好担务自己 让姐姐不要常常为我烦恼 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觉得 就是觉得耽误了我自己的这种感觉 我反而觉得我是在守护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一直到这一个我也跟他说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 我是不是我就会带着个弟弟 能接受吗 他说要不是我看到你这样对待你弟弟 对待你外部 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今天就要说 我的未来跟弟弟的话 他是一然后就是二 或许照顾弟弟不该是姐姐的责任 但对姐姐来说 这早已是他选择要走的路 虽然不曾后悔 但也希望相关单位能提供帮助 让照顾者能有喘息的机会 没有工作就觉得很无聊 等不及了 出去外面动一动也好 能够找一份工作也不错 因为我从去年就被赶出公司了 那时候很伤心吗 那时候我就抱着我一起工作的 教我的师傅 然后就抱着他 付了很久 那现在就找不到其他的工作 对 这个照顾者本身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甚至可能心理上都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然后或是你已经有自己的禁忌压力 你又有压力存在 又有小孩的存在 又有旁边的人跟你施压 然后到最后 到你已经快崩溃的时候 你对这个手足你还会有爱吗 是你要去替你的这个 就是有病症的手足 找到一个可以对他比较好的安排 对自己可能 自己也需要寻求一些 一些帮助 对你自己心理上的压力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像我自己也会 当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好好的 发泄这个压力的时候 你会有觉得很多的 你会觉得很多的不公平 对 就是他如果能够让他们提供一个 让他们可以去安稳上班的地方 不一定是上班 甚至是活动中心什么 安排一些活动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这些小孩子去 他这样子对照顾者跟被照顾者 都是比较好的方向 方向会比较好的 父母总有一天会老 也有一天会比孩子早离开 寒病孩子的照顾 和另外一位健康手足的人生 成了父母心中最拉扯的难题 究竟相关单位 有没有针对寒病患者的手足 给予相关协助 而这些手足的需要和困境 有没有被看见 我们走访政府和民间单位找答案 所以当然爸爸妈妈最担心就是说 万一哪天他们先离开了 那谁来照顾这个生病的孩子 到底要让手足介入多少 那什么时候该是介入的时候 所以呢 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又特别的独立 然后也很自主 然后当然因为可能爸爸妈妈要照顾生病的孩子 所以他们自己就要训练自己 那特别他们又常常被赋予责任 你就是要长大 你就是以后就是要照顾你的手足 比较年轻的小孩 他可能会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都是我 那为什么爸爸妈妈都不理我 为什么不看我 所以呢 一方面他们很独立成熟 一方面呢 心里的脆弱 其实很需要被照顾到的 要不要你们两个去玩抓脸 你等一下带哥哥去排队好不好 你带哥哥你牵哥去排队 等一下你牵哥去排队 对我们也是有听过一些 比较伤心的故事啊 就是等于寒病的家庭 他们的手足在结婚的时候 对方家庭一定会有多有疑虑吧 就会想说 其实他们是什么样的疾病啊 他们被遗传啊 生命的孩子要 投入多少资源来协助他 然后 未来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那大部分的家庭 就可以经过说明了解 然后体谅 我觉得台湾的社会 是非常包容的 当然也有少数的案例 他们觉得说 哦那竟然是这样子 就并不是非常赞成 这些婚姻 对我们就是有看到 蛮多案例的 就是爸爸妈妈先离开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这个手足互相照顾的 我们其今有提供一些经济的协助 自以来我们奖助学金 已经办了十多年了 那这个去年开始有个新的奖项 叫做罕见手足奖学金 因为我们希望说 在罕见手足在照顾他的兄弟姐妹 生病的兄弟姐妹的支持 也被看到 也被社会也看到 然后也被知道说 欸你真的很努力 我们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们给你一个小小的鼓励 那除了奖助学金以外 我们基金会也办了蛮多活动 来让手足可以一起参加的 透过活动 我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也可以互相协助 然后呢互相支持 然后彼此互相的了解 像我们也有办过这个青少年的成长营 但是可能到一个阶段 我们就会把手足分开 那因为手足他有自己的议题要处理 那同样都是手足在一起 他们可能会互相说 喔对啊就是 欸我都是照顾我姐姐 或是我都是照顾我弟弟 那大家透过引导来 启发他们说 其实他们真的很棒 我觉得也可以让他们觉得说 他们终于可以讲讲他们心里的话 这个焦点不再只是生病的哥哥姐姐 而是他们自己就是一个主角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 喊兵招务服务计划 我们是国建署在106年12月开始 其实喊兵招务服务 我们所提供的是 包括喊兵个案跟他家庭的一个照顾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大概在全台 北中南东 一共有13个喊兵招务的团队 都是由医疗机构 那这些医疗机构都非常有 这个喊兵招务的经验 他如果接到这个有需要的 这个喊兵个案跟家庭 他们也同意接受这个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针对他们的这个个案跟家庭 去做一个需求评估 需求访谈 然后去评估他们需要什么 然后需求评估之后呢 我们会就这个个案 去做一个罕见疾病的一个 特别化的一个照顾计划 所以都是非常specific的一个照顾计划 那团队他他不一定能够 全部解决他们这些问题嘛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资源的连结 那当然因为国家在认定喊病有一些时间的限制 所以在这中间有一些喊病 他急需要服务的部分 就由我们民间单位来提供协助 所以你会发现说政府公告241种 但是我们喊病基金会服务的项目是超过于他的 当然大家着重的重点都还是喊病的孩子嘛 所以自然就会忽略了手足 可是手足的稳定对于这个家庭也非常的重要 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会是靠捐款 对不对 所以有些捐助人或者是民众或者是企业 他可能会说我这个捐款就是要 指定给喊病病友来使用的 但事实上我们也刚才提到那么多 就是手足的稳定更重要 所以可能也必须要跟社会大众沟通 因为我们服务的是整个喊病家庭 我们喊病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是一个家庭都需要协助 其实从政府到民间都有努力想解决喊病家庭的困境 但社会上现实面太多 每个家庭遇到的困难也都不一样 要如何满足所有家庭的需要 成了整个长照体制难解的题 但无论如何即使外界给予的帮助有限 生活的困境和压力一时也难以解决 但永远不要忘记 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 或许喊病儿的表达方式 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但那份爱和思念 会一直都在 我想跟... 让亚文见你 因为每次只要吹到... 阿伯未秋就会让我想到 妈妈 因为歌词里面有写到... 护养我的那双手 没有人比他更优秀 希望我跟姐姐下輩子還可以再當你的兒子或女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